高压线上的玻璃球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要敲碎它 这些玻璃球叫绝缘子 它的作用可以说是电力输送的守护神 诈控高压电线上使用绝缘层 不仅会增加重量 还会导致电线下锤变形 影响使用寿命 更重要的是导电会产生热量 绝缘层反而会阻碍散热 增加电力损耗 因此高压线都采用的是裸导线行使 可高能电子遇上导体 可能会出现火瓜引发灾难 这时候工人会安装散状设计的绝缘子 因为雨水可能在电线与支撑物之间形成回路 而它则可以有效的阻挡水流 防止短路 而且加这么多层 就是为了确保更安全 那为什么又要敲掉呢 绝缘子长期暴露在户外 会受到风沙雨水雾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导致表面污染或者是机构 这些污染物在潮湿天际下会有安全隐快 所以绝缘子也会根据地区的不同 采用不同的材料 包括陶瓷玻璃和复合树脂等等 陶瓷耐高温耐电弧耐腐蚀 适合恶劣环境 玻璃则具有高机械强度 具有自暴特性 即在发生裂纹和电击穿时 会自行破裂相当于保险丝 污渍和损毁会降低绝缘体的性能 所以经常会看到工人灯杆用抹布擦拭 但长期的电视和风吹雨打 再稳定的绝缘子也终究会失效 或者是不稳定 这个时候就需要工人师傅爬上高塔 敲除或者是更换掉旧的绝缘子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